好的,來看這邊 這裡請看一下第二題 第二題好像很大部分的你都算得不錯 來抬頭,不管你有沒有算完都抬頭 先檢查有沒有缺項 來,二次一次常數對不對?是不是正確的 所以3x平方-4x加5 然後這邊是3x加2 圖4有兩項,所以這邊也是一次要看兩項 然後去頭是不是要去掉這個頭 所以我這裡是不是要出現3x平? 你如果先寫起來就會提醒自己 這裡寫的東西乘以他是不是要等於3x平? 請問要寫多少? 他乘以他會等於他 這裡要寫多少?x x乘以3x是不是3x平? 記得哦,x乘以2 是不是就是加2x 不要忘了 相減-4-2是多少? -4-4是-5 -4-2是-6 然後再把這個加5放下來 好,維持去頭法這裡是-6x對不對? 請問這邊要放多少? 請問這邊要放多少? 對,負2 負2乘以3x是不是 乘以3x是不是 乘以6x 負2乘以2是多少? 負負德 負正德 對,負4 所以相減-5-負4會變加4 所以是-9 有 有沒有問題? Lady要注意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四題 欸,如果聽懂了 你有算錯了 先不要急著趕 來,第四題的數字很醜 而且很多人都忘了去檢查 他有沒有缺項? Hello 有沒有缺項? 有啊 三方 就跳一方來 二方去哪了? 所以記得請你要在二方的地方補0 再寫上-6x -6x加8 然後記得喔 然後這邊是2x-4 什麼問題? 好 一次要看兩項 一樣去頭法 所以這裡要出現x3 來來來,抬頭 很多人會說 欸,老師 這裡要乘以2怎麼出現負1 分數啊 記不記得 可以寫1分之2啊 負2分之1去乘以什麼? 去乘以2 是不是就等於負1 然後記得喔 這裡只有一次方 所以這邊要放x2 2分乘以1分才會是三方 好,接著 負2分之1x平方 再去乘以負4 負負得正之外呢 然後4乘以2分之1 是不是2 所以這裡是2x平 可不可以 相減這個消掉 這邊會變負2x平 好,把負6x平下來 這邊接著要放的是負x 為什麼? 負x乘以2x 是不是才是負2x平? 去投啊 記不記得 再來負x乘以負4 負負得正 所以是加4x 所以相減就是負10x加8 好,再來 這邊要放多少 這裡才會出現負10x 這裡 蛤? 負多少? 這邊要放多少乘以2才會是負10? 負5 負5乘以2是不是負10? 負5乘以負4不負得正 所以相減就是得到負12 這樣有沒有問題? 自己寫一次